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我们国平在德班视频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那么首先在此前孙颖三和王楚清搭档拿到了视频赛的手金 也就是魂霜的金牌 在此之后我们看到了在女双方面 孙颖三、陈梦以及王毅迪也非常的争气 暴能打败了韩国组合夺得了冠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最近我们国平真的是在本次视频赛大杀四方 完成了教练组制定的任务值得认可 也值得去点赞的 那么在这次比赛结束之后 对于我们很多球迷来说可能还比较关注 就是说这次他们这些主力球员夺得冠军之后 到底能够获得多少的奖金和积分呢 他们尤其是像王楚清这次更是加冕双冠王 甚至有可能能够拿到三块金牌 他又可以获得多少的奖金呢 我们都来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按照此前视频连公布的规则来看 这一次视频赛实际上到手的积分有2000积分 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的冠军 都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加2000分 来进一步扩大他们世界排名的优势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一次的奖金呢就非常的尴尬了 奖金为零 因为呢在过往的视频赛的话 我们看到视频连是从来不设置奖金 只有积分的 这也意味着呢这一次不管是王楚清呢拿到几个冠军呢 他得到的奖金都是零 没有一分钱可以拿到的 所以这样一点的话可能呢对于孙颖沙这几个人来说呢 真的有一种空欢喜的感觉 毕竟呢在之前呢冠军挑战赛的那些大赛当中 我们看到了如果能够拿到冠军呢 应该是差不多有20几万 拿到亚军或说拿到四强呢都有十几万保底 所以对比之下这一次视频赛的奖金的一个设置方式呢 可能确实有些寒酸 招了一些争议 那么这些球员呢拼到最后到头来却没有能够拿到一分钱 确实非常的可惜 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这些球员呢 其实这一次参加比赛 也并不是纯粹为了奖金吧 毕竟我们很清楚呢 这一次的视频赛其实他的积分非常的强 也将会影响到影响到各队明年进入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是他没有奖金我们也看到呢 不管是日本队韩国队德国队法国队都派出了一众高手过来参加比赛 这种声况呢真的是高手如临 从中就看得出来这一次的视频赛对于每一个球队一个球员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次虽然说没有奖金 但是我觉得有丰富的积分呢 同样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呢如果说后续我觉得视频赛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些赞助 设置一些奖金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 毕竟呢我们很清楚 其实不是每一个国家队每一个球员的话 都能够得到很多的后勤保障 有一些球员呢甚至是致费来到这些大赛去参加比赛 希望能够拿到好的奖金和好的积分 有一些球员呢甚至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方式拿到奖金来养活家庭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啊 如果说接下来视频赛整个国际拼联 想要把乒乓球这个IP越搞越大 还真的应该呢更多考虑我们运动员的一些福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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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